那我就跟着你吧 叶少阳笑道 你就不怕我是坏人 妹子一听 故意把手伸到叶少阳的胸前 抚摸起来 脸庞也凑了过来 在他耳边说道 你想怎么坏呀 叶少阳做出难为情的样子 伸手推了两下 结果妹子更加往自己身上靠 折挡了视线 叶少阳只好把车停下 妹子立刻爬到自己身上来 骑在自己身上 抱着脖子 直接勤了下来 我靠 这是传说中的车阵呢 虽然很清楚对方的身份 但是这么一个美女 坐在自己怀里 上下骑手 叶少阳不免 还是有点反应 妹子一个劲地 用舌头顶自己的嘴唇 半天没能成功 妹子有些疑惑地抬起头 脚滴滴地说道 我对你这么没有诱惑吗 让我看看 你是不是有问题呀 一只手伸向了叶少阳的下半身 叶少阳一把抓住他的手 笑道 你挺有诱惑力的 但是跟我家小九比 真是差远了 叶少阳没说假话 自己有反应也是真的 不过相比于小九 曾经给自己的诱惑 简直不算什么 面对小九 自己尚能坚持 对眼前这个女鬼 那就更不用说了 妹子照着眉头说道 小九是谁 你媳妇吗 小九是谁 你就不用管了 我只想问你 你不是要跟人家 那个之后吸取晶元吗 为什么非要亲嘴呀 直接上就是了 来吧 叶少阳人畜无憾地笑了笑 在女鬼的眼中 却是森森冷笑 女鬼一扫媚态 当场就争住了 问道 你是什么人 恨重要吗 说完这句话 女鬼脑袋突然一摇 一头长发瞬间生长 裹住了叶少阳的脖子 越缠越紧 叶少阳脸上保持着微笑 左手不紧不慢地一弹 一张灵符飞到女鬼头上 瞬间燃烧起了蓝色的火焰 将长发从中间烧断 还有什么手段 要不要我坐着 让你打十分钟 这话听着有点庄 但也是实情 以叶少阳如今的法力 就前面这样的游魂等级的女鬼 哪怕来上几十个 也根本入不了她的法眼 女鬼争住了 鬼魅无形 你能幻化出尸体 不过 是欲魂幻术的障眼法而已 叶少阳抬起了右手 始终爱之身直 女鬼一看之下 花容失色 惊叫道 反之饶命 叶少阳毫不理会 两个指头 拖进了女鬼的面门 轻轻一脚 口中念了一遍咒语 说道 急 女鬼惨叫了一声 一道光滑从身上闪光 被破了鬼身 身体立刻变成了 半透明的本体 喉咙处 有一道长长的伤口 应该是造成死亡的致命伤 嘴角流着血 面色铁青 看上去有点猙獰恐怖 被人砍死的 叶少阳皱着眉头 现代社会 这种被割喉砍射的死法 也算是罕见了 女鬼坐在叶少阳的身上 虽然自己还有一点修为 叶少阳也近在咫尺 出手可及 但她压根就没有动手 方才一次简单的交锋 已经让她察觉到了 叶少阳的法力 远不至她能仰望的 她心如死灰 落在叶少阳的手里 也只有认命了 收了的 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至于为什么要做红粉女 要什么缘情之类的 也是回去之后 再慢慢审问了 叶少阳正要收了的 突然身后传了一声尖叫声 叶少阳和女鬼听到尖叫 都是争了一下 女鬼大叫了一声 姐姐快走 叶少阳一惊 还有一个 刚要回头看去 方才已经完全绝望的女鬼 突然爆出体内仅有的修为 一团鬼气 朝着自己撞了过来 叶少阳左手接应反击 抵挡鬼气 右手照着女鬼天灵盖 就打了过去 女鬼一脸的绝望 毫无避让 这一击下去 她必然魂飞魄散 在最后一刻 叶少阳改变了主意 收回了手 顺势从腰带里 摸出阴阳镜 对着女鬼一招 乾坤戒法 阴阳镜上 蹦出了一道明光 将女鬼瞬间就收了进去 下一秒钟 叶少阳推门下车 回一声看去 不远处停着一辆车 里面一片漆黑 只能勉强看到一个人警 坐在驾驶位上 拼命地挣扎着 一道魅影 从驾驶室里钻出来 叶少阳瞥了一眼 一咬牙朝远处顿去 果然还有一个红帆女 叶少阳狂奔过去 从窗户看进去 只见车里坐着一个戴眼睛的男子 嘴巴张得老大 眼睛瞪得扭打 瞳孔涣 看上去已经没救了 身上衣服被敞开了 尤其是裤子 叶少阳犹豫了两秒钟 放弃了这个死者 对着女鬼消失的方向狂奔过去 那女鬼已经逃出几十米远了 速度飞快 看上去是追不上了 叶少阳却也不放弃 立刻施展出了凌空步 飞快地追过去 两人一前一后地跑过了马路 从一片胡同里钻了进去 对面是一片废弃的建筑工地 地上坑坑洼洼的 很不好走 女鬼凌空飞行速度不减 叶长的速度也就降了下来 眼看着距离越来越远 叶少阳干脆就不追了 从兜里摸出了一张灵符 用最快的速度 折成了一把小剑的形状 握在手中飞快地念叨 天清地明 习无形 朱杀鬼魅 习刻现行 对着小剑吹了一口气 大声叫了一声 去 将子夫小剑置了出去 子夫小剑飞行极快 正中了女鬼的后心 女鬼瓦剌一声惨叫 被打在了地上 小剑立刻展开 还原成了灵符 瞬间成了数道光泉 将女鬼束缚在中间 用力挣扎着 哼 想跑 叶少阳笑了笑 朝那边走过去 就在这时 一束光从远处照了过来 打在他脸上 叶少阳本能地反手挡住脸 接着听见了一个声音 警察 干什么的 警察 叶少阳吃了一惊 仔细看去 对面有三个人影 朝自己这边走过来 再看那个女鬼 已经争断了一道光圈 身上还有两道 子夫小剑毕竟是远程发售 本身没什么太大的威力 只能维持片刻 叶少阳眼看这一幕 生怕那女鬼脱困而走 立刻加快速度冲过去 几个警察当然是看不见鬼 艾末 北 cast 5 20 21 20